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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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明天有马跑》 刚刚成绩最好的 当然要数到高东来 真是非常旺 连开心拥区都可以盗得盗盾 那只竞好云 看回今次高冬妮手马 最近没什么表现 看看会不会又突然间变身 今次有阿佳和阿涂和我们一起谈谈 星期三高冬妮真是magic 直到最后都赢了 三宝都立了 今次赛事的日赛 也有很多初出马 最近的初出马都挺爆 待会和大家刷解一下 之前有话说过 还者都提过高冬妮的变身马 有多厉害 刚刚差点六场 另外那两只都入Q 都很厉害的 但你今个星期的赛事 明明朗 因为有很多由PPG 由PP 往时去到国际赛前夕 很多马都可能要争分 跑四岁下列赛 尤其是那些PP 所以我自己觉得挺云巡 还有一个未开齋的外籍师傅 就是贺明年 其实刚刚都已经有些上名了 可不可以最快开齋 看回今次 今次就用C跑道 其实贵内很多时 C跑道 都跟C加三差不多 来贴栏前置 看回C跑道的数据 今次其实都是中短途比较多 中间有两场泥地的赛事 C跑道 铁栏得到40远 中碟25远 外碟14远 所以都看到铁栏是更好 泥地方面 虽然最近三叠码成绩好 但是总体来说 内叠冲下去是最好的 拿到40远 中叠32远 外叠只有25远 但是你看看外叠 上名率都不太差 拿到50个匹 今次也有些退出保任马 首先六场八号 加州星号一早退出了 保任马匹精算特殊 其实是欺威心 八场六号 瑞奇威风退出 保任马匹福佑神州 其实是班德黎 还有十场的14号 开心五月推出 保入的是赞放的生物 其实才是赛名少 今次也有些多保剩下 第五号马匹有239万多保 让大家动动脑筋 经常都说马匹可以买1元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事不宜迟 看看头场的赛事 头场赛事是5,400米 看回其实都一个多月 没有跑过5,400米 这组港斑马 但有一队2号和3号 不过3号的档位 譬如是13档 难跑点 这场我预计会走的 可能是厨师法版 红中列马 看看这一队前面走的话 会不会有个正常些些的捕捉 头场五班赛 我觉得跑路的时候 都挺平均的 没有什么比较独大 跑完之后 我和Kitty都中了一只 准休自在 今次都中了两次 今次何宅要继续跑 其实也有些借口 两场 初出场外当拖后 上一次 其实步速够快 但直路上好像没有什么位置 看起来 资胜龙在一起 两只都 回到来其实都很接近 进休自在 上一次是何宅要跑 其实今季的马 虽然年纪大了 八岁 但我觉得他赛前这一队 之前都试得挺好 有些朝气 但这里当大家加速的时候 他被人封了 那条路又没有了 但回到来 抽了再摆正 他都还不停持续上前 我觉得这条马 其实都能继续 当上一次用的力 不算太多 这里收了 今次再跑 希望步速数下去 够快马 希望有些前置马跑 第一 第二 如何排好档 我觉得可能拿位容易些 如果你记得 之前巴道赢 这条马 前两季都试过 跑千四 是可以摆前的 不一定缩到后的马 希望今次都跑得好 其实千四就赢过 但是之前 谷草千二都赢过 你想想之前 谷草拆三组 他都不报那边 特地等回千四 可能觉得这只马 现在千四才对 还有上次我都觉得 排了外档 都有一点不违以甚 希望今次 即等了一个半月才出赛 这只可以等得到 除了晋优志在 赢过这个路程的马 都不多 星运黄雀 排了十档 试不试得到 是啊 但很记得上一次 谷草日赛当日 方家柏 就雷声大 雨点就非常之少 好像只有超强六十 是可以上名的 但畢竟都是季内 懂得赢的马 还有分数 都是要落到来五班 上个月都记得 都抠过几次 跑了谷草一六五零 外园包商折都不太折 但落到来五班 始终对手不同 在前一仗那天的 私家三难 先省而后追 因为当日都是排着七档 慢慢摆了去 然后就擒过那些 刚刚转了马房的 因乐人参 无敌精英那些马 其后他如势不错 上一次马房又没有 还有可能缩程又再速一些 上一次我当他 其实可能是 试了火大集而来 没有什么用体力的 今次你说排十档 希望真是同组 比较多些快马 而被他摄到来二叠 我相信铁不了难 但守着二叠 五六位都可以被他爆得起 上一场你见直路挪位 潘顿会轻轻扔出 但如果正常马有力 它不会被你赚到出来 所以上一场可能抹了 现在马都要跑千四 千六上回都不奇 我觉得这一组 其实应该由今次赛事 都几多伏兵 不是这么简单的场合 所以都抠了一些冷门 两个自己都喜欢 威力勇气又选 另外一只阳光灿烂 都好像近了 威力勇气 其实上季都近了 他来香港跑了七次 其实一锤定音 那些马是长途血统 7次其实收缩碎,可能还未准备 上季1200这场是巨型冷门来的 虽然你说排一档,早短都省位 但是你辟除了前面老班精神 如果你回到第五名,你数回豪好运、哈罗威 这些都在附近回来 其实就是证明这马4班 如果他跑得多一点或者进步,他有能力的 因为现在这场是5班,1400 上次季乐初出,泥地,泥地当然不是他擅长 还要跑1200,早短都是慢的 就是拉斯尘马也很追势 你看看今季潘明辉手锋顺了 赫然都给了很多马去拨 不一定是报名潘顿的 因为如果这场你见到潘顿 都没有坐骑,白三拨,他都可以骑到的 但都继续给潘明辉,差不多这马 看看是不是这一场 如果不是这一场,三四场内应该都要给你看 开始有点眉目,有点走势 因为他试集真的不是很差 挺好款的马来的,还有分减了 现在37分,所以都有回旋之力 另外就阳光灿烂的,转了马房 也有点变床 来着来着,愈输愈近 今次跑回合脚发老程 深水推介都选了三重彩 薄薄,不担胆了,几借腹式 星云王爵都有选择 志胜龙,希望不要喘名 今次找回梁家俊跑 另外就是威力勇企 晋优志在和杨光灿 是的,志胜龙因为前一次 你对着起步为家也好 加上那种精明选择 其实五班计是强组的 和精明选择那场是跟快了 而回来的第二 其实他也是有少少的 虧了形势,回来的第三 存不存名,这件事就要拼搏 始终存明是不安心的 但这下试集回来也是按住 由他一档可以省省 和上次跑一里的路程 都要他 另外就是星云王爵和晋优志在 季初老马表演得挺好的 赢科超影中华威威 所以又省无勇区这些都赢了 那我又觉得晋优志在 其实刚刚没了两场 没什么用力的 希望这里都可以赢回一场 那我们看完第一场 阿涂,未来我们有很多新码 新码的数据是怎样 来到十一月中的赛事 尤其是第二场赛事的BB班 一天就跑了四班的一千 但今次都有一些千二 甚至乎很多都是初出的自购码 看回今季的赛事 其实看一些PPG也好 或者ISG的初出成绩 那些马都可以的 有些常名带 我讲一些盲本数据给大家 有些马房其实近这几季 表现就挺弱的 那些初出成绩 文家良 刚刚大杀四喜的高东尼 还有伟达 甚至乎姚本辉 其实近三季的数据 原来初出马成绩 这些基本上是屁都没有 今季文家良出了五只 当然没有 高东尼两匹 伟达特三匹 伟达特上一季加起来 十七匹 都真的没有 伟达特对上一只是什么 要数到再前些 是吉隆一出即胜 但是Pay也是没有 姚本辉叫做好些 虽然近这两季 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但是在大前季 其实成绩是好的 都有些三远 四个上名的位置 所以姚本辉 也不是说差的 今季这次赛事 有一批天刺器 都要留意着 所以看看PPG ISG的初出数据 这些比较慢一点 是近季的 但是总括来说 今季的PP的初出成绩又如何 三匹 马力加上尤达荣一对 就爆满 上周的银量奔騰 如果计算47匹来说 有三远 暂时的数据可以 看上去的两季 一百多 一百六十八只 一百五十六只 都是七远 如果开季到现在 有三匹 算是不错的 至于今次赛事 沈习城也好 有些浪漫战神 穿河碎区 黎超声都有 安都 甚至乎大卫希斯 智满同行 他们初出马数据是怎样 沈习城近季 又一般 没有赢得一批 所以如果没有记错 那一批就起连勇敢来 黎超声就有两批 希斯就有赢得一批 所以近这三季 这些是小小盲碗数据 看看帮不帮到大家 要是趋急避空 要是就破数据 从来都不容易 要不是那么多 什么猫怪 什么银量奔騰 那些大冷门爆出来 赛前施责 那些期内 但是一跑的时候 完全不同 看看大家有没有眼光 有没有缘分捉到 尤其是今次 尤达荣也有 本领辉煌 又是排一档 看看会不会爆冷 接着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赛事 四班一千米 其实第二、第三场 这些一千、千二 很多初出马 这场是四、五、六、七、八 都是初出马 算回这场 你说找一只硬正的中华精英 是 迎过这个路程 但容天棚马房 排了一档 又不是很安心 看看新马赛出来的 佳影进马 排一千 这场不算很多快马 可能补充不太快 其实这一场跟新马赛 没有什么分别 幸好这件事 因为这只奸应进马 因为它插了班的绑比较重 其实它是两岁转三岁 但是在新马赛 已经展到非常高的速度 这就是维南海角的马 上季贏不了 不要紧 今季再做过 其实在重发试了四货集 有一货是捐集 来到香港 所以考习这些货 就是潘顿市 其实四货在重发 一货就是在沙田 沙田市这些货集 潘顿亲自考验之外 加上面箍 你看到这些货集 就顺利很多 出了来 可能在沙田这边又不同 回到中环精英 都在里面那只 南地三那只 同一组 如果你说这组试集 就没得跑 一号就输这么远 这样试集 但是这一货之后 马又再成熟了 所以回到重发 補多货集 它一样试得好 是乖巧的马 当然 卫南海角的马 现在在欧洲那批 都挺热门的 短途来得快 速度都高 而且这批马上季 在新马赛 虽然说贏不了 但后来看那场赛事 拉斯802那场 事后看的方拉 都挺强的 不是很弱的组别 所以今季插了班 都有一些寄忘 还有中二战马 这么上一剑头 这次排到外囊 有机会一出集快 贴到外囊走 这次都要选 是啊 如果看重公布 虽然跌了少少磅位 资格的暑格 但本身它是大吨位 差不多1200磅 继过月份 是刚刚才三岁 不幸这组 多些货身马 就是BB 斗BB 相信我都够用的 它走掉那次 刚好是谷习 可能环境又不太适应 但是加面孤 它挺贯注的 如果旧马方面 有时跑这些BB班 可能阳的绑幅度 都挺重要的 花很月盈 上一次其实它落了五班跑 宿程跑场 谷草的1000 回来输给一只 性曼金 那只都会再进步 刚刚事集得试得很好 这里比一只天分高 有点压上去 但是布文在修正 骑下来的马 是有加速上前的 现在的僵口 好了很多 因为以前 其实它是很重口 很难留的马 但是现在已经放松了很多 看看上个星期五 即打风之后 那些雷陵地的试集 也可以看那只雄图新星 那只比较小一点 但是今次抽到个大爱兰 亦都同日去试的 但是这些濕濕的泥地 回到来 你看看一只花好圆形 专门给阿妹去试一试 不随不疾 没有这个重口的坏习惯 今次抽个十当 我预期它就不会说 带到前面放 因为可能其他马都会快一点 而且它会留住三四位 要考阿妹少少 即是没断 骑下公价 但是你看106磅 十当 这些条件是很吸引的 是走位 即是暂时看下 每跑都好像放头一点 你的信心会再强一点 因为这一组 你预计了加盈进马会快 东升越会快 初出的那些 可能雨上龙腾都会快 希望跟到个好位 即是如果好位跑 会容易一点 你不要预期留到后 也不要太后 也都未必放得出来 因为这一组多快马 刚才说回那只中环精英 其实它是沿过来的 但是见试回集 刚刚我迫直路集 之后再补多货集 都试得好 不过马房有点混济 刚刚占士德排外档转弯 这一场直路 它是排到最入的档位 但是马能力已经证明过了 所以这场赛事 就选择这只奸易进马 喜欢它多一点 连赢做胆 拖回鸿途新星 这些都是有经验的 赢过马 上次是当市集 不能作准的 另外初出马那堆 要一只美丽老窝 正正这场多快马 这只马市真集 都挺肯追马 这些亚痰运卖 很多都是快的 那倒下呢 轻飘飘 先一住 花好月盈 因为你的磅位 和档位的条件 是比较吸引一点 希望有少少赔率分头 给黄宝尼 十档 但是二三一队都要 鸿途新星 希望开元气 这些马是小的 在外难位置 希望早段 不要太落后 再选 我今次会想看一只冻星月 要是加配備 今次加个眼罩 可否给予新鲜感 其实外观价得挺漂亮的 还有一批超强六十 它以前出来 是发光脾气 走不了沙圈 现在安定了 上次全日德方家柏 这只上了名 开始有点眉目有点 最初两场菜市 亦都看过了 休息一会 回到来看看第三场菜市 第三场菜市 四班千二米 这场比刚才那场少少 多些四岁马 不过都是本身马菜 因为有六匹都是初出马 看回这一组 你说很明显放头马 有前速的吗? 我自己预计 包装幅升 排了十一档 上前少少少 碎碎有幅上次留住 来跑好一样 希望今天更前 还有一对戴眼罩 初出马可能快点 东方福寶和景沙塵 但算下去 步速应该几慢 碎碎有福家眼罩 试试很快 今次都排入 这个档位都主动 这一场马 都有些打天才波 上季已经是大浪漫上名 今季也是一出 已经跑得好 所以今次都选了精选 上一场又没办法 排档比较外 早段都留着跑 又试多些东西 今晚都会追 这一段马 你看回血统 小法宝 爸爸妈妈 那边是新路向 怎会是短途马 希望现在更年轻 跑着1200 1400 1600 其实一点都没问题 但马上一次 兜了出去 回来追 而那组对手都挺强 手标之声 刺利神区 夏挪威 全部都是很硬正的对手 上次可能慢了一点 赛瀑布时间复杂 加眼罩 哇 赢了什么燃者无敌 乔峰 燃者无敌 一级赛冠军 而且你见马上 跳了蓝跑 有一条蓝帮着 虽然他都在黎地市 但回来的感觉 他大大步地走 即马上根本有很多弹性 很多空间 很多变数 那汤姆欣 刚刚都逐牌 去到期到季尾 其实说真的 现在暂时两边 不太吃达标 不过 他又有很多支持者 有其他轻磅 希望给一些时间 刚刚发速度 也差一点 希望有些马夹到他 也有能力 正是有福系 也很支持他 所以今次 对手不算很强 排档好 都选他 正是这件彩衣 总是给支持他 因为这场马 都挺多马 是加配備的 长龙区又加个眼罩 包装福星 都会加个棉固 碎碎有福 希望加这个眼罩 早段 不要这么慢 但是那部门 又出门 挺醒神的 包装福星 上次都很喜欢 一天隔了暑假 都说他有明显的进步 因为上季尾 他未说很足之下 在杀科日 跑那场四班千二 输的马不是弱 你初戀 糖不甩那些马 而有走势的第四 隔了暑假 上次 你输给真强 又不失礼 如果他回飞了七十多元 这条Q 又可以博下 就是报名答 判断Q 回来他便都骑了 亦都看好精神 两只都跑得正好 但他的姿态 亦都没有再被增强而脱开 是希望加这个面固 十一档 可不可以摄得再理想一点 因为上次是中档 七档起步 如果这些马 早段望空了 会不会加配備 有点暖动呢 我期望他会有点遮挡 会帮到他的 但包装是见彩衣 这些马 我觉得在四班留不住 一样 跟碎碎有福一样 净震撼的马 都是很少怕短的 都是怕一些质素 和你搬断 很聪明的时候 我当他迷到来 可能这些BB马 有些人出闸出得不好 摄得到来 这只 初出那些都研究一下 有些市集 就好像似样 有些人一样 所以我选择 姚本辉 刚才数据一样 近两季 之前很多初出都可以 所以天刺器 一只型格挺好的马 即是不适代价 这个血统 刘本辉又很喜欢 买很多只 可能上一代 I'm Invincible 那些很贵 买这种就合理价钱 他试了五货 找一重化 其实初初不行 第一货没去看 第二货拉停 第三货好些些 第四货金钱 这货 汤马善市 摄了内栏 一松就买 自己走上来 虽然对手就是加州星池 水炸 但你经常买的市集上 越来越熟 很多这种的马 其实在澳洲 都来得快 短途 都是千二千四 爸爸当年 跑谷祖很好的 希望今次初出 周晋来的靓档 其实我觉得 这一组初出马 有些都有潜力 但是你说 进度来好 被箭足 加上个型格 我想试试这一只 都同意 这一堆的初出马 不是每一只都是小只马 很多都有吨位 蓝爵骑也过千年降 甚至乎 康禄高球 我想现在的进度 是来得比较慢 但香港和富人马 元朗精英 天威 其实都交到表现 但是减码方面 我自己主张的旧马 多一些 这场是我的精选 选一只 碎碎有福 独人选回它 好像是四平八温这一组 三重彩 拿回做胆的 配复就是 长龙区 上次也有走势 潘顿跑 这次还用到麦道朗 另外就是班松福星 天赐起 新马 也是选一只 另外要某一只 整天都近的 差不多到位了 连心星 长龙区我都有想过 不如就最后摆了第四旋 感觉上上次好像骑了 那组 要是手标之星 跑得好 马凤凰也跑得好 但是你说组别 我也是相信 另外一组的手标之星 就是碎碎有福的组别 再强一点 因为后面那些黄引寬星 再出都可以进去 是很强的 希望加这个眼罩 出道的情绪是稳定的 爆中复星也要 也要上一次同场跑的好精神 好了 接着看看三天头关第四场 第四场 泥地赛事 四班千二米 这一场梁区好友 这次用到何宅洋 拍了一个外栋 虽然说他不是一个 喜欢放头的骑士 但是排了一个外栋 也要上前 另外还有机械 骑士会上前 一对好档的马铜起 和另外一只越野大师 可以咬前一点 介绍这场应该有正常的捕捉 这四个是初跑泥地 我自己都选了两匹 当然黄龙飞将追开 草地都有选择 泥地帮延峰 等他跑泥地 这只输死的马 摩迪Ready的妈妈 就是出自那边的血统 试泥杂 三次没输过 这些货是之前的 即是跑之前 试了货泥杂 一直跟着第二位 跟着快马 正希大师 那次追过小 它虽然不是很大吨位的马 但是你看到一只马在泥杂 上季试过一次 四只马试 季初赢过 云高八斗 后来那只货泥杂 这货一松 那只马很好反映 田坦安也拨了几场 又交代不了 今次跑泥地 潘顿跑 常说潘顿跑 原本辉的马 跑得不多 但也挺有心思 因为辉哥说难复 难复好笑找他 但是找到去期 通常都有表现 而且一晚落了 交叉鼻孔之后 好像在操控上好 可能是锁得住他 如果锁得住他 这些组 看上去也有快马 梁军好幼 甚至一会选择 一会选择 如果好像做到试集 跟着这三四位跑 应该都有些东西看 而且在上年 即上季 其实上季尾都试过泥杂 一样在蒙显东 嘩 是试得很好 它脚法是出得比较高 或者转过来 泥地会比较好 Sweet History 跑指头 其实转过来 跑泥地是挺沙家的马 不过再选择 这组 即是几下骑士也好 甚至乎有派头 这些马 我觉得上季 只是一招在前面走 懂得赢的 陈嘉熙当时 帮他爆个冷门 但是知道那只马的进度 开始黏了一点 口 其实看他上次再跑泥地 多晚的泥地 都是外面很随 内南有少少是叫做 不利路段那边 但是那只马 拍下去 王志明跑 虽然有绑减 现在没有了 因为被报民 报民试好了 那份大集 少少禁止 进来直路 松下去 那只马是交到给你的 那不利路段 没问题 那只马其实追上来 有个第二是有 有小的 至少见到那些马进步是什么呢 不是说一招尿放 懂得追下马 对那些质身马是再好些 还有他现在很年轻的 四岁 我觉得这次赛前的功夫 和那个心意 都挺十足的 所以都要有派头 转了 懂得后追 当然要找报民试 没什么所想 这些是其后想好 其实是私集 一时点就上来的 那洛班的同喜 刚才也提过一下 都有选他 虽然他是来香港 好像没什么看 但是在泥杂方面 上去跑之前 都已经试好了 看下货泥杂 其实他不止一次 在泥杂 都挺有速度 上轨都试过 挺有前速的马 进线尽尾的马 旁边的那只 就是新的马 飞帆浩杰 但你旁边的那只 他都是这样 按住按住 然后后面要补来的 第三那只 反对的效果不错 其实这一趟马 在澳洲 跑赢的摘场 跑得很少的马 其实来香港 加上血统 看看身形 应该是有些能力的马 来的 可能都要调价一下 你看看星期三 高东来的那些马 有些没什么看 突然一声回来的 那这些已经试集 给了你看 是可以的 而下四班跑 有个速度 对了 也会上前 真的贴得很难 看看是否会放得好些 上次拍了日子 没什么看 就是这些马 华美之威 之前没什么看 进城区之前没什么看 当年前没什么看 那些全部都行 但这次同气 不就行了 还有一只 就是机械骑士 如果看回机械骑士 真是很晚 那天五鹏子 就是存了一些泥地马 本身好像很难赢 但上次可以赢得到 这些也是 跟高东来不同 高东来 有人没什么看 一声就去看 这五鹏子的马 拼来拼去都差一点 都比它眼彎长 现在是看马房 是 又没有打踏 今季暂时 没有一批打踏 可以赢得到的马 上名的是 彪尖银河 刚刚就是二级赛 辣德金 还有辣德金 但是 你看一下它 上次我觉得是出色头马 因为那晚的泥地 都是放在前面 不是说好处 但是它是走着外面 不是说贴烂的 里面就是奥环威威 那龙船浩斯 也是这场跑的 但是龙船浩斯 是跑完之下 卖不了它身的 而弹掉其他对手 你看一下就是机械骑士 有加分的加磅 800分8磅 又不算很重磅 草地可能少一点打踏 看看泥地 可不可以帮到手 破一破 马房今季的 这些门局的数据 但是 这种马其实我觉得 三天的头关 减马的范围 都可以很阔 你选择有泥地根据 我选择初跑泥地 看看哪一条 哪一条可以开出来 所以这场 也拼拼初跑泥地的马 选择两匹 连人位置 铜器 黄龙飞将 看看会一起跑回来 我就选择 因为这一组 我觉得混巡 多马选 狼船浩斯 这次加配备 铜器这些可以变身 如果你说对碰 有派头 这次报名 会拿回来跑 试试试得好 机械骑士 上次出色头马 也要他 回来看看第五场赛事 第五场三天刺关 继续在泥地 三班千二米 初出马一号的金区永藤 和包之满同行 看回这一组 你说放头马 包装白落 排了十一档 会放头 但上次首到齐来 跑草地很快 看看会不会 一队在前面斗销 有个多快的捕捉 好了 今天第二场 的泥地赛事 这次赛事 但究竟偏差是怎样 看完第四场 可能有点点啟示 但这一组是快的 可能首到齐来 这些会快 包装白落 这些也 看看会不会跟着 如果你选择马 有一匹全名底据 海船时光 上季都说了 三班的验证 比较多些 当时是判顿跑 赢了一只喜智宝 当时还有福国宝 那些场合 其实上季 他跑的泥地 根本上很少 脱离前四名 又赢过 又上名 那时马的健康 是稳定了 上次没办法 跑到一半都见他 都跟不到 但回来肯定有喘名复发 事番放松化大集 又被他顺根 都没有说要压迫他 这些马 有时都是买大小的 说喘名 现在喘名这件事 我觉得难度 比一些脚患马 更严重 你包装白落也是 其实做过手术 又要迫他跑 我就研究最近的喘名马 如果临场看赔率 如果很难 通常都会继续喘的 很多时都 但是临场 尼地支 海船时光都强 这类马 临场的肥重 可能健康 都会有好一点的武器 我自己这样去认识 那你用回蔡明少 去核怕骑士 希望马不存 不存当然是强 泥地 但如果你说四平八环 想开齋 就是得心之语 蔡汉 接下来的公势 似乎 上一次开不了 则是何明年 其实都拍得好 包装霸落 自强不息 海船时光 一起看完 两场草地 热身 都是热身 因为马不正来到香港 草地 都没有泥地那么强 那么硬正 但是拉斯 冲外 喜智宝 那些本身能力都强 跑法又出了 你很难追 但是你看看 德森之月拉斯基宝 朴松尔西是强的 上一次这些马 都是九十多元的马 去到上来三百 他根本都不害怕你 你看看上季 排在外档四班 绕过大圈都会赢 三班还是救水位 连上开开车 但是今次不是 给回艾道拿跑 都是上季两圈的熟手技工 始终艾道拿跑里马 可能发挥上 也不想留得太厚 因为今次的档 相对排好些 如果你说 其他马 这一组 看来似乎有快马走 塞住中间位 好跑 上次是他拿位的制愈 要在街上 再出面 再追过 再挑一个马 我会要一只 智强不息 因为畢竟 其实他上季都是两圈马 虽然说 在四班之后再赢 但其实在季初 上季的时候 三班都赢过马 近期的状态 我觉得很合适 这份大闸 放在前面走 越走越起劲 同主马 今次又有天恒健 自强不息 今次都很明显 是阳路比 真的不是再同场 再出了 今次是大家分途出击 还要把墨道朗放在这里 而且他现在不一定是自己 单骑领放 在阵上跑 因为你刚才提过 首都齐来 甚至是潘顿 包装八落 这些应该是单骑领放的马匹 他可以守住二、三位 然后不断和你摘小小的马 有个四档形势好跑 当然要看一个泥地跑道 因为今季暂时泥地的跑道 外面的场地会好些 我喜欢试习 快一点 自强不息这些马 其实你看上季 跑得好的时候 是可以跟着好位跑 还有刚才我长期起步 这么慢 做慢过起自保 怎么逗后竞追快人 整套都不适合 试乱集快 麦道朗跑 没什么所谓 他都是快集骑师 所以这些都可以 这场简单 我自己选一只得心之遇 读人位置选这一笔 我就玩小小小大彩池 这一组 找五个去复式 海船时光 你拼他 看传名是否复发 不复发 他在三班跑泥地 验证 是这一组比较多些 实力派 今次抽回外档 而跑泥地 虽然去到这个阶段 才转跑泥地 但是近期 你看到他 其实他有些深火 上次黄宝尼是不能够这些马 有少少厚的马 看是田太安 放在外面位置 可不可以入到一直 包装八落 这些博拼他跑得回 志强不识就很合适 也要一只得心之遇 得心之遇上次用賀明年 爆冷北城 今次用艾杜娜也是很热 但是你看同场的对手 又算下去有足够的捕捉 所以这一只都要选 用他去挑胆 配角方面 这只实力派排组了十外当 十二当大外当 大有时外跌未必差 换到赔率是要的 还有些胜意龙 上次有些意外 希望今次用何宅遥 制遇上会好些 志强不识也要选 接下来看看第六场赛事 第六场赛事 四班千六米 这场挺有趣的 因为很多千四马 南上来跑千六 你说千六 赢过的不太多 一号、二号和十号 十号还要五班 看看会否高冬离 这只美丽多刑都会变身 接下来 艾利奥上次不太快 看看今次十四档 走不走得起 还有一只可以摆前些的 神区马铃、铁三角 但计算未必有很快的捕捉 还要够配搭 何宅遥 这次交换了坐骑 还有今次赛事 几早的千六米 很多马都是初跑 或者未有什么特别严证之下 就跑这千六 但有一只马 已经有千六、千八的气量 我会选神区马铃 做今次的精选 其实上次挪威的祭雨 有点智智咯咯 有点智咯 还有步速 当日是略略偏快一点 头两段四十七秒 零八热当日 继斯加三难是快的 还有那天的场地 其实就放在前面 或者早点望空的马 会比较上风 其实连年恢复都是 那天已经是跟得比较漂亮一点的位 然后在外面掩上来 而神区马铃 就是给那只大马铃 他已经压着他的感觉 这次不同了 这次会换到大师傅 就是潘顿 摆到五档 同场快马 未必说很多 铁三角 我想现在这个一档 他会捉回来跑 十二神将 这次加这些面固 他不会跑去放 同场快马 只得神区马铃 而这些马也是很想交代 换一点配备 就是加一条绑利 但希望拿位的祭遇 这次用到潘顿 不要说太多闪失 不过这些马常常下飞 上次都很热 博彩角度又少一点 希望都跑得好 如果你说选一只摆前 后追 连连欢呼 还能保持得到呢 连连欢呼 能保持得到 因为尤达荣的马 真的外观 打仔格 常常都是脚步步 你看 助手都看一看 旁边左右的扣女 你上来没有 那只马 心火是涌现得很厉害 上次或者再前置 你都担心 他会不会千六步千四那么好 但是信尤达荣 现在真是连泥地都可以 可以这样撲到上来 所以这只马 趁健康的阶段 麦道朗 因为之前都试过 你说摆田泰安 摆前了 他不爆 输了 跟得太前 但是现在留下来 我相信都是容易发挥的马 麦道朗 应该都知道了 都会摇上去 这一组呢 我就选回自己跟开的马 好像超二韵 一定行 一定行 每次都摆下来 上次一队都跑得好 超二韵 但是这次赛前 你见到十二神将 何俊宜试一队 可能都答应了那一队 给报名跑 都没什么所谓 上次加了眼罩 何俊宜跑 直路都害怕 这里失了很久 那马其实 会不会被人封到尾 因为外面一定行 那些已经上到来 但他当官天下那些 但不是 你见到马 一转回位 这里打几下 上来 加速力又多好 其实看回马 上季 他跑的较短路程 都追得好 今次你说 南少爷一里 加了一磅 但是这些是过千二磅的大马 第一我不要担心 第二 他跟母妈妈那只精细线条 一级赛冠军 证明这个妈妈生的马 丁拉那边 都蛮有能力的马 所以说四班 你加了些分 我又不要担心 都要的 所以另外一只一定行 它是一只很有斗心的马 它又不是很过子 很大只的马 但你见到每一次跑 排一些很差的档位也好 或者一些漂亮档也好 上次只能咬回前些 之前外档 它是留得厚大 也很肯追马 这次没办法 又抽到个大外档 可能也要早段 保住 希望多些快马走 如果少些快马 这种步速匹马一块 我会担心 因为我自己都喜欢 后追的马 看看这组的马 会不会是 阿里奥说的 要去抢钱 这组是平均一点的 三重彩 选择十二神将 和超二稳先 然后一定行 配处金晋升 都开始近 另外还有摆前的神区马力 为什么说平均呢 因为这组很多有实力的马 但是第一次增程跑千六米 十二神将 这些有个经验 但是戴个面固 看看临场有没有什么比较急 因为今次苏惟赢的几匹马 都加配備 如果没什么太急 可能第四选我都会加上它 但是我精选来的 都是要一只神区马力 因为今次摆到潘顿 相信通常快马 不是说很多 它可以咬着步速去跑 连连欢呼就跑着Feed 上次其实潘顿跑的 精选特殊 全程走着舍位 中段的马 耗不了而涌上来 那段是走得挺急而抢口 回到来不是说散了 所以这些马 后备捕进来 气威心 绑也算比较中轻绑一点 我觉得难免可以留意 精选特殊 三铁场合也说完了 休息一会 回到来看看第七场赛事 第七场赛事二班千六米 也是明天的杯赛场合 其实这组挺好看的 又是有些千四马增程上来 2号、9号、10号 都未跑过千六 看看行不行 因为上次坚有威 可以立刻克服二班和蓬杯 看回这一组 你有放头马 健康愉快 排着十二档会走 电商巴打 甚至澳油帽 排着一档 都不会有个慢捕捉 看看快捕捉的话 会否还你自由冲上来 看好看 但好像很难选 太多好马 这一组实在 赛今次赛事 都放了一手马 竞争辉煌 今次跑了两次 今次再跑 跑了你 听赛怎么说 他很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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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开始 他准备 他准备 我认为 他准备 准备 准备 但 如果他有更多 转备 他可能会有更多 是来自打扩 他就从来 判断 甚至是 他肯定环境 可以做到 所以 努力 到她 又不处 他未经历 超级 熟 Rae 这个 扶 Rae Rae 本來我二蘭初期都是跑一里 所以路程其實在外地都有根據 體血通更加是長一點的馬 還有喜歡這匹馬跑了兩場體重 一直跌下來 1155、1149、1137 和上位跑得好時差10磅 即是馬收身 上一次跑是1400 當然路程其實現在可能對他來說有點嚴短 盪牌也不好 又要留得很厚 其實初出那場今季又氣管多血 之後試回集已經好了 上一次我都想擺不擺下去好呢 貼士這裡 結果我沒有擺下去 因為盪牌也不好 結果可能留得很厚 對手那組也很強 堅有威、包裝天象、楊光勇士 全部都是明星馬 回來我覺得非常合格 這個第五 今次跑到1600 他那些半兄弟上升的那些 在外地贏2,900 如果文去費明頓 澳洲贏2,000 都是長途一點的血統馬 所以這次增情來講 最重要是排回個檔 好檔 收了一身 希望蔡華債不用那麼厚 施絕居莊和他打後勁 這是不是嗎 上次我記得我擺了上去 但是回來就沒有採金 四重採 只有第五就沒辦法了 我也覺得他簽錄這些是沒問題 但是剛才你提過這組很精彩的 很多馬 我自己覺得刪不走 所以幾雲巡 未必說是一個很投注重心的場合來的 所以都搏回來 自己愛區就告訴你 因為這匹馬都由上季看著他 到現在不斷進步 因為上季都很記得有一場墨道朗跑他 一不鞭他 不騎他 這些馬就不上口 不加速 上一次正正就是說 當日都是博有三級賽的巴道者 誰知道巴道都是沒有影的 還有當日四加三難 又是難追 你拼出大愛當 上個星期的節目都有提到 美麗同行一樣在外面有追 你看巴道 拍了兩下反手邊 其實馬是逐步加速上前的 這匹馬是很小的 還有上一次的難度是要上千八 這次給熟手技工何宅爺 經常說何宅爺要等過600分等多久 可否今期賽事有呢 還有縮下來跑了這個千六米 你說如果這條C跑道 究竟有沒有得追 看完投了幾場賽事 再看看可否再加他的鑽馬 如果真的沒得追 那就沒辦法了 就會縮鑽馬 不怕 如果沒得追 就交給Kitty 先問他選一隻 擺錢的 會否又沒事 兩手準備 又沒事真的挺厲害的 因為上次其實臨尾過關 成為大熱 後來有點回飛 但我想這一場好像 不是很多快馬可以自己放 怎料前面時尚歡欣放得很快 放得很快 澳油武士以往都試過跟馬跑好 不過都是自己放 放回來贏比較多 幸好前面時尚歡欣斷 其實這麼快步速 澳油武士都可以力向後面的對手 衝上來有些狗狗為尊 風勝那些 但你看到這隻大步馬 其實後面的馬是沒有貼近 差不多贏了一個馬位 你看上次的時間 1分33秒多 今次撕掉了一些重磅 用楊明良排著一檔 就算前面扯得快 這些大步馬只要走得順 我覺得在這裏克服耳班都可以 當然最近高東尼這麼厲害 只拿著高東尼三個字 不用看他之前的表現 不過其實亞基拉 其實最近試襲是試得不錯的 是的 近期高東尼的變身馬 很多都是試完大閘之後 都是有表現 競進先鋒也是其中一匹 看看臨場沙圈這些馬有沒有火 我覺得它的模式方面 有一點點暗徑 這些馬很容易操得起 隔個時間亦是抓的 因為10月1日跑完 當時那條絲欄亦是大利內疊的 外面的馬很難追 前面就有飛鷹奧場被他放順了 亞基拉是早段留到在尾 而回來是8月22秒86 他自己計算的時間算很好的 因為他的場是1400 當然上季的分子在跑馬地 就會加上來 但是他在沙田跑同程的階段 當時跑了田草千六 輸給那隻閃城輝王 都是很兇的賽區 做了歌課大閘 直接咬到在前面 黃歌課大閘 經常都十匹馬去試 再試到第三、第四位 回來後那隻馬是有一點心勁 上次洩完而再追 如果一對我選的馬都是後追 如果你看到頭幾場沒得追 就改個策略 可能就跟Kitty買奧遊武士 真的很強的 出色頭馬來的奧遊武士 我不管你們放還是追 我中間的競爭輝王 希望中間位不用怕沒有冒足 太快也不怕 但是很多外區 這場都想要搏大帽 選四重彩試一試 兩隻膽的手機標靶 這些是跟開馬 梁家俊 奧遊武士做不到這麼輕的 手機標靶都很敏的 不過這次都騎走 這隻馬很準 這次排好檔要的 競爭輝王做膽 兩隻 佩記堅有威 華里茲、楊光勇士 和奧遊武士 我看見你的策略方面 居中也有 放在前面也有 我只搏一對 如果臨場的偏差 是有得追的話 就亞基拉和華里茲 這場我都覺得是很好看的賽事 在裡面執拾一些單T的膽 我自己比較喜歡 就是奧遊武士 另外一隻手機標靶 其實上次初上1600 走著三碟都可以上得到名 又有個好檔 這次應該都很好跑 所以大膽一點 用兩隻膽買單T 配角方面 2號、7號和13號 接著看看第八場賽事 第八場賽事 三班1400米 這一組 我覺得對手不算很強 是否怕上次初上1400 立即贏那隻鑽石星空 當然大家如果有留意魚羊轉播 米奇都是一隻很好的馬 這場米奇是初出馬 7號的川河碎區 和10號的本領輝煌 川河碎區就找到潘頓執疆 這一場美麗蟹后 今次會否走回排二檔 還有鑽石星空上前 接下去未必有很快捕捉 玉羊轉播沒有看過川河碎區 不過這些馬其實在澳洲 兩出兩勝 馬主拿過來 近年的川河系都很少拿跑得這麼少過來 這就是看當地冬季的賽事 表現都好 看回其實在當地雖然是6月7月才出來跑兩場 初初贏了一場叫Super Maiden 那些不是普通 Maiden 是高獎金10萬號指 這一場就上1,600 跑一場在7月在南域跑一場12萬號指 星期六的賽事是周末的賽事 當時因為初初一場就居中後上 這場就擺前一點 回到來他會贏的 雖然說贏得險 但入片那隻已經是8歲 贏了7面的Dr.Evil 那隻都是一隻挺硬正的馬 他三歲馬身份 挑戰贏了其實前景都好 來到香港造閘 其實都很大見頭 他不像一般的Dip Fulmer 因為他比較高身一點 顏色比較深色一點 來到香港之後 試了兩貨重化閘 這貨其實輕鬆的 因為都是包裝白落 喜連勇敢 和馬房的高班馬 他有一隻挺高身的馬 其實這匹馬在2022年 澳洲卡式現場那一屆 有32匹的Dip Fulmer 最貴的是55萬澳 你見上手的蓮馬斯的報列寺 即是川河街區 川河大區的蓮馬斯 他很疼愛他 在出賽前試幾貨集 不會說兩歲已經拿出來跑 讓他成長了 慢慢來用 兩場都贏得好 再看看他的媽媽 飲雪格都是一里馬 外地人一里 初出 雖然你說剛才圖的數據 馬房近兩季的自購馬 近貴都是一般的 但是這一組很多都是新的馬 所以我覺得做好了 川河系的馬 如果在坊間跑 潘頓就很難跑到 但在其他馬房 他拿出來跑 所以都要跟 所以在外地 你看墨爾本杯 那些賽銀 你都要找這件賽衣 都要跑 所以做榜都要跑得到 看看可不可以破一下 即是深集成近這兩季 被錯出馬數據 馬我相信都挺好款 超過1200磅 那些風馬大大件 再選 舊馬方面的鑽石升空 都很穩定 因為上次都挺高難度 就是由千二初上千四 捕捉他自己的組斷是快的 因為放在前面走 然後就跟著大紅袍 回到來都輕鬆的 雖然說那個組別 現在看看 進役快車 橫漢今朝 好像不是三班很頂級的組別 但都可能是夠用的 而且上季都背過135磅 沒問題 這次復貨的時間是長一點 因為他跑完10月13日 剛剛這場賽事之後 隔過快跳的貨期 他來了一點 給這隻馬回舊 看重公務更好 再重二十多磅 試了那貨大閘 都是定住 沒有走樣要騎的馬 這些馬房的鎮瘡保 沒有什麼保留的 是呀 都要用的 但還有一隻 就是金勝明驅 其實這隻也有些聲味 始終今季 都是初上三班 就已經贏得到 上次你當他上千六 有些資託 排著一檔 未必很適合他跑的 看回金勝明驅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你看回董明朗 雖然說不是很多好馬騎 但你看這隻馬 騎下去 還有少少來士馬 都有點乱順 但真的隻馬帶他回來 這裡在外面一衝而過 同場的對手都不太差 裡面見到有些作智靈魂 還有老班精神 最後都可以繞著大彎 趕過 這次又排回四檔 這場希望美麗海后 扯得快一點 他走位上 如果走回三位 好像不會像上次一樣 一檔轉位會難一點 這隻路還還有些期望 其實這場很多四歲馬 都值得跟進 剛才說了千羅歲區 始終是初出 大家說可以嗎 初出 但跑了給你看 展紅威 上次都不錯 跑了1200 其實他的路程都是短的 1200 這次1400會比較 遲些上一里都沒問題 肉籠的馬 這次都是自己賠獄的 都拿自己馬 因為都養很多馬 之前有些是歐洲買的 上一場前面輝黃精英是快的 他又不太立 他就組斷 旁邊就是愛馬線 因為那些在三班 其實都很兇的馬 你看見展紅威 中間撩上來的時候 他在這裡望空了很久 但不是立即爆到比利 可能千里來說 嚴格來說 都是有點短 其實在外地 他雖然贏了一場 那些帕蓮拿賽事 130 但之後 在廢明頓春季加年華 敏爾本杯賽期 去年 最後一天 跑長直路的廢明頓 追上來個世好 他是一隻後上型馬 所以說 今次收了一個外檔 麥道朗跑 沒辦法 都可以縮著追 這件衣服 政治知道了 所以都是麥道朗跑的 但十四檔 我擔心他要墮得比較厚 你說洗馬一場 贏一場 他就贏了五個馬位 所以這些馬 可能是前景好 但上次就省了位 今次我擔心 就是檔位比較虧 這場賽事 那隻初出馬 春來歲區 看一出馬有表現 讀贏偉自選他的 連贏偉用他做膽 拖花鑽石升空 金勝明區和展龍威 川河歲區 我都會擺著一席 因為我覺得款式 都挺吸引 就是希望破下沈澤成 那些初出馬的成績 希望有個第三、第二也好 如果你說贏方面 可能鑽石升空 都還是會比較硬 因為上次難度不少 初跑千四 一樣可以彈得支撻 贏馬 馬防震倉寶 跑法亦都比較機動 以及主動一些 金勝明區 幸好今次沒有換人 我多怕上次因為他輸在千六 但吸收了一次的經驗 而回來跑千四米 看看臨場都是 一隻距 一隻十二神像 加了面窟 出動的情緒 有沒有什麼急 什麼改善呢 如果沒有特別的 我相信157 這三隻會比較硬 大家都是拿著157 我自己就選擇一隻金勝明區 始終千四是很強的 用它做膽 配角方面 17也有 另外一隻是未來蟹猴 這場算下去 不是很多快馬 看看這隻 評分就沒什麼好處 看看會不會 最近都是前置馬好處 捱到一隻的話 應該挺好分的 好了 頭八場都看完了 待會回來看美國兩場 回到來看看第九場賽事 第九場賽事是三班千二米 初出賣有十號的安刀 這次擺在黎超星馬房 放位不太幸運 排著有十二檔 星班賣有八號的唐不甩 還有十一號的哈羅威 看看這一組 要補上次都挺不理追的 都可以贏得到 這場有同場和信會走 哈羅威可能排過外檔 都會上前一點點 神希麗人那些 所以這場 照計應該有正常的補足 還有熱門馬都抽到內檔 所以這組可能都希望正路一點點 同場和信 這隻上季都是一隻 有些聲味的馬 今季馬房的表現 大家都很放心 跑得好的都會好 上一次就跑谷草 因為今季一出那場 不知道是不是二班 一來二來黏地 效果又不太好 上次其實都一檔的 135磅 這裏其實是彈開了 但回來又是被人過頭 但當然用巨星的那些 今季是很適合 還沒輸過 超霸性在裡面放上來 回來也不失望 第一次跑的 同場和尚在谷草那邊 還有這支馬始終是 比較大體型的馬 大體型馬 如果是擺前 通常都會喜歡跑回沙田 都是的 可能跑了一場 身又再輕一些 能力好 證明上季是在強組 是跑得好的 所以這隻馬都會先選 上次是虧的 因為當晚的谷草 焦點贏那晚 星火燎源上名那晚 是直接全部外面蓋好很多 所以他放在前面走 而步速是略略偏快 是益了這隻勇敢巨星 那隻三折馬 今季 今次回來跑 就是前田草 有個一檔 都是機會馬來的 不過這組 因為可能一二三 這三隻都會比較熱一點 我自己都要拼回上次 都要跟開的唐筆甩 就是說他前一次 因為他跑一場千四 那一場判斷不頑 上一次縮下來跑千二米 而當日又是很難追 你看看那個斯嘉三蘭 正正就是11月3號 就是婦女銀袋賽那天 他入到直路 慢慢移出來 先擺好正身 去騎下去 後面健康快車 也都是在裡面捐 追上來看那個勢 其實都厲害 這堂筆甩 我覺得還是有進步空間 說不定了 吸收了一場三班的經驗 這些馬還可以扶搖直上 是個11檔 這次會不會要墮得比較厚 但是如果這些馬是冷滿 我覺得位置 或者三重彩配腳 四重彩配腳 都要賣 他可能因為牌檔墮得厚 有一隻馬可能天生 自己會後的那隻要寶 因為潘頓所說 越來越麻煩 出閘的時候 整一閘 最初好像慢一點 現在慢很多 有一點風險在這裡 但是馬能力當然是強 在外地已經是後追馬 來到香港之後 最近已經兩邊了 上一場其實你看到 哇 訂個大彎 其實有些轉彎都讓光了 但是回來他的衝刺都很強 本來都很快 很了解馬性能 在試襲、落場跑 擺正才加速 當然說這組 如果多些步速 步速可以拉散一點 更加之好 但是你看到這隻要寶 雖然是慢一點起步 但是回來衝刺是很強的 裡面都是很好運 那些馬 但是這次他排檔 其實檔位沒什麼所謂 現在你既然都是慢開 但是我少少擔心那個磅 因為有時有些後追馬 有時加下加下 不覺不覺 越來越重 那你那個挑剔要少一點 就是那個風險 希望不要起同步 同步就出現好一點 如果再後一點 你比起重磅 很惡罪 當然你看到跑道形勢 如果跑道形勢 沒什麼所謂的 外面有隱蔽 那些都要放在這裡 因為跟上兩次比較 兩次的步速都是比較快一點 看看今次的起步 可不可以比較順一點 上次都真是挺厲害的 你想一下 跟著快步速 都可以 勿斷交22秒14 看看今次會不會 最重要是搞得正確的出閘 看看這場我們選了什麼 四重彩 這場都是一二做膽 雙膽 配的就是愛馬線 很準的馬 掌布藤啡轉了倉之後 去到尤達榮那邊 好像都搞得正確的 健康沒問題 另外就是唐筆勒 還有烤羅威 這組因為有多些馬會揹飛 我自己覺得 要保這十位熱門 外馬線都不會特別冷 同場和信也都一個一當 相信都是熱門 甚至乎星運澳場都要看著 上次如果大冷門 而今次成為熱門 這些馬是會有少許戒心 當然這些馬走了光 但是有方家柏、報紋 看看有沒有什麼手影 如果有就去到第九場再追 所以藍門位置 我自己會搏一隻 唐筆勒 這場他不會熱 接下來看看尾場的賽事 尾場賽事是三班千龍米 不是怕了八場那場三班千四 鑽石星空那些 這場又是很多馬藥在一起增情 仍然威風、信心聲、穿甲戰英、紫荊歡呼 這些本身跑起千四、上來千六 會不會本身千六厲害的馬會好些 好像快路那些 這一場計算下去 信心聲、老班精神 這些會擺前一點 千二、千四、千六、三班都有 任你選,連馬斯部署 Kitty你喜歡一隻 村甲戰英那些組 幾隻增情馬裡面 村甲戰英起碼在外地 是跑過千六先 雖然說贏就未贏 不過起碼入過Q 還有你看回上次村甲戰英 氣威心、穩衛都順盡 從外面、穩到入面 很遲才能看得到空 我自己很看中這些 在私家三、後追、早段蝕三碟的馬 可以有好表現的話 下次一定要跟進 其實如果不是资桌的話 都有機會贏得一隻搖搖領先 這裏跑過第二都很近 搖搖領先和跑第三個 那隻同樣美麗都是賺的 相對來說他就蝕 你選精選很多時都是搖一下冷碗 我想這次排駐九檔 巴道最近成績又不是很好 再加上一些增情的話 希望有十倍、八倍可以搖得過 但是除了村甲戰英之外 有些賣增情的話 那哪隻是特別好一點 後追馬我會比較好 剛才你還有一隻 那隻藍莊寶 這次都閃不閃新 就是巴道 上一次就巴道跑 裡面其實他也要轉位 起步那一點偏晚 因為他排了外檔 但是我覺得這次他增情可以再看 因為他外地已經有千六 的氣量、經驗 還有我很喜歡他上個禮拜 拍馬王 浪漫勇士那一課 就馬突然有一點點心勁 拍完馬王之後會醒一點 這些都是冷門來的 南莊寶 我自己也有跟開 那些馬經常都會選擇 紫荊寬夫、信心星 你留意我都遲遲了 因為我覺得分數還可以上 只不過路程 這次就增情紫荊寬夫 等他跑了一些教場路程比較久 因為他除了本身花旗 媽媽起華女尊 是紐西蘭二級賽 二千米冠軍 是要跑長一點點 四班交代了 部門贏了 上三班 你看上一場 其實那裡也有一點思思言 因為信心在前面 一直擺前一點就走 反對兩隻馬的效果都好 不過贏不了 捉完那天 衝完一招都贏了 即是某FIT 回來後逐步咬上來 這次紫荊寬夫就增情了 排好檔 我希望這些班 應該還有一些空間 我想幕後對他有些寄望 要選擇 信心星 那些呼吸 做完手術之後穩定了 暫時還未復發 不知道什麼時候復發 但是趁他FIT的時候 這些都要放進去 還有今次希威森再跑 排一個外檔 可能都會阻斷 積極一點上前 這些應該是好跑的 其實信心星那兩組前四 你又對著肩有威 又對著足緣 其實就不斷下風 剛剛看了一場 一齊就千四上來千六 可能為了未來挑戰 那些四歲系列去鋪路 不過會不會那些千六馬 硬正一點 硬正一點 又不斷快路在這裡 上季經常都說 第一場都不知道怎麼贏 在後面撲上來 神科又沒有東西看 之後又再贏一場 即不是假的 贏了一些精算謀略 今季都快來 我自己覺得這隻馬 你看看他開頭跑著變化場地 又躲得比較後 又爆不起上來 高冬離變身 一去到十月尾 十一月初 兩場其實都追得很厲害 這場是追著愛心神區 現在證明愛心神區 轉圓馬房的勢 原來這麼強 而快路是全程走著的蝕毀 有追勢而來 上一次再跑 又對著澳遊武士的組別 我們剛才也看過 大外檔給大家看的鏡子 又是一樣是蝕毀 而當日又不是那麼好追 踏出去外面 踏上來馬有餘勁 雙兩場一段時間是收貨的 如果在1600米驗證這組 他會比較多 仍然威風 腦斑精神 甚至乎剛才看的紫荊歡呼 信心聲 全部都要考驗一下 香港跑1600的經驗 當然晴王是有 今次帶晴王以往要跑到貴尾 跑多些走路才有狀態 今次加一個配備 所以稱為實力指標來講 我都會要一隻快路 今次賽事多了 因為未來四歲系列 都差不多接近 要出來跑的自購馬 所以今次賽事有很多名氣的自購馬 美場都有一匹 健宜快 這隻是來自紐西蘭 當地跑了六場 三兵兩第二 其實是一隻都頗靈活跑法的馬 看回這場是十二月的時候 其實這場之前一人二級賽已經上名了 這場名是三級賽 在普基高起馬場跑1400米 但你看看他放在裡面 很彈性的跑法 外面白帽紅衣不是普通馬 那隻是紐西蘭馬後 妙星交織 我們轉播賽都見過幾次了 他跑完這場之後 盡情贏了紐西蘭打比 妙星交織上來過他還不是 但回到來他剛剛頂了一點 當時他疑滿 雖然你說再跑兩場 他輸給妙星交織 一場是1600號 兩場都是1600米賽事 但起碼證明馬能力也好 還有挺彈性的跑法 神燈光照馬 賽前試過的一里 泥閘 有前有後 你說那些數據上 其實羅庫船PP PPG 來得比較快一點 那這些是Polo 如果這場跑得好 拿點分 四歲系列都會見到他 因為今季已經有隻馬力 上季有些壯志靈魂 明亮天下 都是一出即勝 所以這個馬房的PP 反而是安逝的 美場三班1600 都是平均的 三重彩都不拿蛋 選幾匹 建義快 這些希望立即有表現 另外仍然威風 轉了麥道朗 其實跑法都可能比較均速 潘頓麥道朗分別不大 另外信心聲 紫荊歡呼 以及穿甲戰英 擺到尾場可能有少少亂局 大家要鬥個進度 以及帶路程的根據 快路會比較多 近期高冬林的勢這麼強 我會第一次想這隻快路 另外那隻藍莊寶 看看藍碗可不可以走進來 上星期拍羅漫勇小火 我覺得這馬真的放鬆了 起勁了 增情適合他腳法 其實全日的賽事都挺雲巡 來到尾場 亦在1400、1600馬要對戰 好像原本的1600馬 未必說形勢上很好 所以搏一下這隻增情的 穿甲戰英 亦搏一下這場的精選 始終 雖然巴道不是經常上班 但他拍攝廖康銘 成績很好 這次排著九檔 希望拿位上面會暢順一點 這次十場賽事 跟大家看過了 中間還會轉播一場日本杯 日本杯 當然大家最近都看了很多日本的賽事 大家要繼續留意 頭場開掃時間將會是12時45分 我們下期明天有馬跑再見 拜拜 拜拜